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说成是悠转不听的话就被说成不听人命的话 实在是做也错不做也错 接下来换个焦点 目前人在美国的首相敦马哈迪 被问起公正党后任主席安华 会不会成为下一任首相时 他再次强调自己会遵守承诺并重申 当初成立新政府时会同意担任首相的原因 是因为安华被关在监狱 而他不会长期担任首相 或许是两年之后新的领袖会接棒 但重要的是西蒙四党要相互合作 至于上个月被警方商业罪案调查部和总检察署 以洗黑钱罪名提控的刘特佐和他的父亲 至今都不见人影 敦马就说由于大马和中国并无签署正式引渡协议 而让事情变得棘手 至于中国为何不把刘特佐遣返 他回答并不清楚 不过大马政府正在尝试一些非官方的努力 把窝藏在中国的刘特佐带回国面审 接下来看 早清传出前马华总会长蔡细利 可能会重出江湖竞选马华总会长 他今天在记者会上澄清 自己已经退出五年了 应该让其他人来领导马华转型 所以不会再参选 不过他却直接点名 支持柔佛州联委会属理主席郑修强 以及马华居然区会主席严炳兵兽竞选总会长 他直言 前朝的三名部长和四名副部长 包括廖忠来 魏家祥 以及他的儿子蔡志勇 都不应该竞选今年的马华党选 因为他们都是前朝政府的一份子 会让人想起前朝的舞弊和丑闻 另外他也炮轰马华总会长廖忠来 和熟理总会长为家祥爱闪避的处事作风 例如在EMDB和领土局丑闻等课题上 都只是保持沉默 他表示 随着巫统与一党合作 而马华继续留在国阵的话 是致命伤 因为选民要看到的是包容和中庸的政党 而不是以宗教和种族为政治工具的政党 最后有娱乐消息 即将会之后 现年63岁的费玉清 也在今天投出震撼弹 宣布明年举办告别演唱会后 就会正式退出演艺圈 出道45年的费玉清 今天是以亲笔性 向各界宣布这项消息 信中提及 失去双亲的关注与叮铃 已经没有了迈进的动力以及方向 虽然有万般的不守 但最后还是决定了 停下演出的脚步 学习慢活 过着云淡风轻的日子 费玉清引退的消息 除了让台湾网民感叹 一个世代要结束了 在中国也登上微博热搜访的第一 今天的大事记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